大家好,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 金星之前跟广州文理局那边叫板 质疑广州文理局为什么取消了他的演出 但理由咱们上期节目也分析过 主要还是因为他公开的去宣扬LGBTQ拉了彩虹旗 等于在一个文演出里去公开宣扬了 他的这种性别政治的一些理念 你说你演话剧演话剧吧 你为什么要加带私货呢 你好好演话剧没有人说你什么 但是你搞这种性别政治宣传 这很明显跟我们的官方论调是相悖的 上期节目呢本频道也说过了 咱们中国历来是对于LGBTQ呢 没有说公开歧视 就是你自己玩对吧 闭门自嗨 我们不管你啊 好比说哪怕你说在屋里跟你老婆 自己玩点SM 跟你女朋友玩SM 没有人管你嘛 这人们小两口自己的爱好 但是呢你不能在公共场合里面呢 去公开的宣扬他 这个一定程度上呢算是友商风化 但是金星呢不信这个邪 发小说文呢去挂这个广州文理局 说他们呢对自己打压歧视 说其他的这个省份呢都通过了 为什么你们呢不通过 想用自己这个大V的优势呢 来打压广州文理局 结果呢佛神这边呢 哎马上就是顺杆爬 哎OK我也取消是吧 结果呢连苏州这边也取消了 你说这怪谁呢 这怪的还是金星自己 本来是个小事 他呢上纲上线把这事呢给闹大了 这一下呢渔情起来了 那你各地啊后面的很多省份 不得不考虑 如果我让金星来我这眼 会不会对我的当地的政府啊 造成渔情压力 有人评论嘛啊后杀月光 说呢让金星啊这么折腾下去啊 恐怕他今年的国内演出啊将全部泡汤 因为今天是到这个呃舞蹈团的25周年的一个全国巡演 本来挺好回事对吧 那金星呢自己搅黄了 据说呢一直到10月30号啊 呃苏州这边的12345市长热线呢 还曾回复说金星舞蹈团的演出啊 会正常啊进行 所以呢就有很多网友打这个热情电话 说呢不能让他演出是吧 我们抗议啊 于是渔情压力来了 对不对 这不是倒逼了吗 嗯 这是公开举旗子 宣言的政治理念 你不要以为啊 性别政治理念不是政治 性别正式也是政治 而且呢 这是美国的民主党啊 一直在积极宣传的 美国的共和党啊 都不把这个当个大事 跟他们大体上态度是一样的 就是我不歧视你啊 但是我不太喜欢你呢 公开宣传 而民主党呢 把这当这个政治正确 所以你也不能想象 金星和美国里面的关系啊 肯定是很好的啊 之前这个美国大使馆呢 还曾经请过金星呢 做了一些合作 你说他公开举这些节奏 后边有没有美国大使馆的一些挑唆 那就很难说了啊 包括呢 上期节目呢 本频道也做过这个节目啊 金星呢 半夜啊 对这个佛山演出呢 也被取消 表示了抗议啊 发了一篇鲁迅的 巴金的 余华的 他们那些名言名言 来讽刺呢 自己是个 自己才是个清醒者 而这些呢 较好的 这些愚昧的观众 反对LGBT 支持广州佛山 抱歉苏州啊 取消他演出的人是愚民啊 当愚昧成为主流 清醒呢 就是犯罪 结果后来拜打脸 人家呢 鲁迅啊 巴金啊 余华啊 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你说人余华还活呢 对吧 你不跟人求证一下吗 稍微谷个百度一下 行不行 哎 不会啊 不会 突出一个没完话 他质疑呢 咱们中国呀 官方有打压 你看 但是其实咱们 老观众都知道啊 金星呢 是在官方 包括央视啊 都曾经公开露面 是主持过节目的 包括我妈呢 一度都很喜欢这个金星 说金星的三观很正啊 因为她是一种男大姐 这种形象 男大姐呢 是一个算是个日本词汇吧 就日本这儿的变性人呀 其实还蛮多的 他们呢 往往呢 都从男性女性 两个层面呢 来审视很多感情问题 所以他们其实还蛮适合 主持这类情感呀 这类的节目的 就是新闻正式里边呢 像男的 有时候会天然站在男性里长 女的呢 有时候也会天然站在女性里长 而这种变性人 她其实跨情别了嘛 所以她往往呢 说的话更加理性 客观中立一点 所以情感节目里呢 男大姐这类角色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所以金星既然自然 能过去啊 在国内电视台主持节目 那说明我们过去 对他没有过去打压 我跟你说呢 你不提这个事儿啊 你不公开宣传 你是个优秀的主持人 在干干啥干啥 但是金星 包括现在很多海外的 一些反华的一些媒体呀 还有这个自媒体呀 开始扣帽子 说他们在中国打压 你从我观点来说呢 OK 你既然说话打压了 那我就打压你了 你要如何呢 是不是 反正你已经说话打压了吗 那干脆就真打压就好了嘛 所以评论说嘛 现在西方的LGBT的妖风啊 越来越严重 他们要将LGBT呢 强行推广到中小学 甚至幼儿园 挑战呀 基督教传统价值观 这早晚呢 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 在这点上 咱们中国呀 跟美国的共和党的价值观理念呢 其实差不多 虽然我们不信教啊 但是呢 我们天然呢 认为这个事儿呢 你把它给它公开化 正当化 甚至宣传化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你在美国共和党呢 基督教 他们也只是说 我允许 就是包容这个事儿 那么中国自古呢 要什么龙阳之好啊 等等的 也没人说过什么 所以只是一个包容 他们觉得还不够 要上纲上线 甚至呢 说应该鼓励啊 这帮学生啊 小学生啊 中学生啊 高中生啊 他们从小时候呢 就引导他们说 你是一个 比如那个通情链 对吧 或者说 你是个变性的人 这种情况下是说 你自然发展 是吧 最后你自己去选择 但他们不 他们去引导你 这就很可怕了 比如说小小里边 你可能你说 我担心自己喜欢 比如你是个男的 我是个男的 对吧 然后我说 我可能喜欢男的 你只要这话说出口了 这你不说出来 你只说 我对这个性别认知呢 可能有些这个疑问 按照民主党的一些推广理念 你们学校的这个 呃 心理医生啊 辅导员什么的 就会告诉你 说啊 哎 你好好考虑考虑 没说你真的喜欢是同性啊 不说你 没准是一个跨性别人士 他会给你讲各种各样的东西 把你往那方向去带 这跟传教 其实是一模一样了 但可能那哥们呢 或者这个女同学 男同学 他原本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想法 但是经过一个不断的引路和指引 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同性恋 或者说啊 是一个跨性别人士 你像这个事呢 我在我初中时候呢 我也有过 因为根据这个心理学的调查呢 其实很多人啊 在青春期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 不说这个别人说我自己吗 我曾经也接触过什么呢 小时候初中啊 看这个观蓝高手嘛 结果后来 无意之中看到女生之间在传一个东西 是这个 观蓝高手啊 里边的两个角色 一个刘川峰 还有谁来着 还有一个仙道啊 仙道这两个角色呢 哎 俩人在亲嘴啊 是个同人漫画啊 当然我不懂啊 是个同人漫画 我真以为呢 这是观蓝高手里边的一个正片 就是正经的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只是我没看过 后来越看越不对劲 后来才打开 哦 原来这本叫同性恋啊 所以一度才 男的之间也能这样吗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是有些性这种认知冲击的 但我呢 经过了半学期一学期 我怎么过来了 哎 我底下这个 我二弟对吧 只会对女生啊 起来 我对男生是起不来的 我只会生理性的恶心 所以最终呢 我认为啊 我是一个直男啊 我是个完全的顺直男 一个钢铁直男 但是假如说 我在这个阶段 不小心啊 我手剑 可能去问了我们的这个校医啊 问了一些 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吧 有这个校医 辅导员 他能积极把你往你的同性恋 放上去引导 产生了这方面的怀疑 他把我放上去引 最终他让我更加坚定 我这个同性恋 那也可能真的 我变成同性恋了 对不对 因为后庭的认知 他是有很大的这种 先入为主的 时间沉淀性的 这么一种积累的 所以你可能把一个直男 给掰成了一个同性恋 实际上一个我身边的其他的事啊 你像我原来有一个哥们 他后来已经都结婚生老 结婚生孩子了 是一胎二胎我也忘了 当年呢 他高中毕业 后来哥们说 谈女朋友了 不知道谁啊 后来发现是一同学 一个女同学长得也还熊 一开始觉得 祝贺挺好 对吧 不当单身狗了 后来隔了可能半学期一学期 怎么着了 你说分了 怎么分了呢 他跟他们讲 说那女生啊 其实以为这个男生是个同性恋 他呢 跟当他女朋友的唯一目的 就是想把这个哥们的掰班 把他掰成男同性恋 对吧 这就恶心人了嘛 为啥呢 因为这男生啊 他有时候在班里开玩笑啊 没有尺度 然后之前呢 你们也知道 对吧 叫爹 叫义父什么的 然后呢 还有男生会在后边就倔他 不知道咱们列这词啊 北方词 就是刚的啊 在那模拟这个男女之间 对吧 那个这个老汉推车位 在桌上哐哐哐 哐哐哐哐 其实是男生之间 好像开玩笑玩嘛 但是班里有这个 扶女啊 他就是什么扶女呢 就是喜欢男男之间搞记 这种的 他真把那哥们呢 前面被倔那哥们呢 当成零了啊 其实那哥们是个纯直男 他只是配合我们这帮义父啊 一起玩一玩而已啊 结果很不幸啊 他拜完半天失败了 发现他是个纯直男 于是呢 果断提了分手啊 所以我这哥们的初恋呢 嗨也挺惨的啊 所以我对于这个LGBTQ啊 包括这个 很多去拜文别人 我非常的恶心啊 而且很多人呢 他自己其实并不清楚 比如说原来这个Cost圈 Cost圈呢 很多的女生啊 他自称的女同行恋 因为女的比较多嘛 为什么叫女同行恋呢 他其实呢 是一种防御心态 因为确实很多啊 这个因为妹子化完装好看嘛 自然有人去追求他们 男的嘛 那有男的呢 他这个追求的方式 有好有坏啊 因为你是个名人 小网红半网红 这种性质 那有人就会私信 你给你发一些 特别恶心的东西 所以他们觉得很烦 他就对他形成 我是个女同行恋 人家女生之间本身啊 他特别容易玩到一起去嘛 拉个手啊 这么之类的 其实很正常 未必是真的女同行恋 但是呢 时间长了 也不排除有的女呢 他真的变成了女同 或者是双 双就是男的女都可以啊 但是也有很多人 我认识的一些Costor呢 他是自己对我宣称是女同 但是后来呢 他还是找了个爷们 聊着结婚了 甚至逗孩子了 所以说我认为呢 你可以去宣传 但是你可以小范围的 是不是呢 同行恋 你自己下面那活 是吧 能不能兴奋起来 只有你自己知道 完全没有必要去听别人呢 去解释 给你去传教 感兴趣自己去搜 你在小公说呢 讲一讲这方面 那些东西是可以的 但是像金星这个身份 这个重量级 就公开宣传 其实就不太合适了 评证区说呢 在中国啊 这边啊 暗戳戳的搞LGBT 就该如国家老鼠一般呢 人人喊打 889个赞啊 还说帮运网友的神评论 说那个苍羊呢 在厕所里啊 自由的飞翔 自由的吃翔 没人会计较啊 但他们的想上桌 就必须拍死 677个赞啊 还说呢 LGBT啊 这些人呀 在国外玩就行了 在国内都好老实点 咱们的不支持 也不反对 但是这晚上呢 公开啊 把它跳出来了 公开化 这是不行的 好吧 今天的新闻说点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传言推荐一家三连 谢谢大家